女王搭乘特别打造的游艇加入各式各样船只组成的队伍 伊丽莎白二世是19世纪的维多利亚女王之后 第一个庆祝登基60周年的英国君主 在女王的游艇向伦敦塔桥方向前进 时过泰晤士河时 岸边的民众发出了欢呼声 查尔斯王楚夫妇、威廉王子夫妇等人 还向在场等待的民众握手致意问号 不少等待的民众挥舞着英国国旗 有些人还戴着女王的纸质面具 报道称虽然伦敦出现阴雨而且气温偏低的天气 但是各项庆祝女王登基60周年的活动依然依序展开 作为重头戏的泰晤士河上 千船过渡向女王致敬等等活动不受影响 河两岸也已经出现了大批等待的人潮 身穿淡色洋装的女王在菲利普亲王的陪同下 抵达泰晤士河边的登船口 并向在场迎接的老兵致意 随后女王在号角声中登上了 特别为这次庆典打造的御用游艇 报道称 除了在泰晤士河河畔有数以万计的民众之外 估计全英国也有数以百万计的人 通过电视、收音机、互联网以及手机 接受庆典的最新消息